我終於在這個攝影棚內碰到你了 對 真的 終於已經到大豆哥了 在台上 聽說大豆很欣賞你 謝謝委員 對 因為以前就是我 我說過我在那個 我騎腳踏車去巴黎那邊 就是運動嘛 然後他在那邊一個餐廳駐唱 對 然後因為我全身穿車衣 車褲就是很BAN的那一種 然後就坐在那邊吃東西就覺得 怎麼遠方有一個好聽的聲音 然後就發現原來是他這樣 今天第一次就是在同台 感覺如何 對 就是感覺還滿奇妙的 因為當時一直看到大豆哥 一個人在吃飯 你看 健康 好 確定他確定沒有對你做出 什麼任何的舉動嗎 他真的兩次來都一個人 真的 就是一個 我覺得真的是有一個不單人 當然要把妹怎麼還會帶 另外一個妹妹 沒有啊 我真的不是去把她 我真的去拚在那邊吃東西 然後就那時候就覺得 哇 他歌聲很好聽 謝謝 居然有機會在這個棚內 訪問到他 而且今天你是 這首歌是你自己的歌對不對 對 厲害 跟大家報告他這首歌 點擊率多少好不好 《放逐愛情》是我們 《彼子英雄》的裡面的插曲 有292萬的頂級率 特別會選這首歌 因為你選歌選蠻久的 對 因為那個 連續劇的話 像偶像劇我比較少看啦 但是那個時候 我記得我在讀書的時候 還真的就看了這部劇而已 哦 真的假的 對 然後還有那個鬥魚 哦 鬥魚有沒有 對 那個有 但是我想說如果要是慢歌 你要怎麼再去改 那我就不知道要怎麼去 用新的方式去呈現給大家 但是這首歌曲 其實我還真的是有背下來 就是那個rap的那個地方 哦 剛好就是真的聽得很熟 對 很熟 對 所以就我就想說 哎 如果要是這首歌 用自己的方式 就是那個改編一下會怎麼樣 所以就是說一個不一樣的感覺了 對 他就完全用一個很自己的方式 然後他好像坐進來用講話的方式 沒有 因為我覺得是好玩嘛 我覺得說就不要當作是在這裡 像是一個就是 比賽或者是怎麼樣 就是我其實 來到台灣也是就是 抱著一個很遊客的心態 遊客的心態 抱著吉他就然後就 到處唱完 遊客就游到舞台上來了 聽他唱歌蠻好的 沒什麼壓力 就是輕鬆 對 我覺得大家輕鬆就好了 可是這麼放鬆的心情 只有你這樣而已 蘇銀絲他是打算來幹跳大腳 我沒有 我沒有 他每一次都是這樣 不要毀謗人家好不好 我沒有 所以這怎樣 因為今天三位 當然因為我們這個都實力派來唱架 所以前面我們唱一些偶像劇的歌 後面呢其實要來唱一些自己的歌 對 首先第一位是 對 第一個是我 對 然後這個 其實這首歌啊 它其實也是偶像劇的歌 然後它是那個 白袍下高跟鞋 跟幸福對話裡面的插曲 我跟你講這首歌超好聽的 你真的知道了 謝謝 真的有聽他唱過的字嗎 是正解嗎 還是無解 是無誤 哈哈哈哈 正解 無解 無誤差不多啦 類似 因為我前天是開車聽到的 然後我覺得 這歌也太好聽了 OK 類似啦 類似的意思 無誤好不好 無誤 我愛你無誤 我恨你無誤對不對 對 真的有沒有 是不是有在聽 OK 真的知道了 對 所以今天就先由你先開始囉 OK 沒問題 歡迎謝瑋玲 歡迎 謝謝 謝謝 这里破碎的关系就像了高清不祥 拼错的城堡我总是跌入 你传来的心无法解读 究竟是乱吗还是心中别有企图 你总是不肯说出到底在不在乎 我想我是爱你的风为你改变颜色 看不见外来找不回归族 在沦陷的边缘我的视线渐渐模糊 我想我是恨你的 放不下的回忆是束缚 比冷的对白比刀锋残酷 终于按下回答我宣布退出 你传来的心无法解读 你传来的心无法解读 究竟是乱吗还是心中别有企图 你总是不肯说出到底在不在乎 我想我是爱你的 风为你改变颜色 看不见外来找不回归族 在沦陷的边缘我的视线渐渐模糊 我想我是恨你的 我想我是恨你的路 放不下的回忆是束缚 比冷的对白比刀锋残酷 终于按下回答我选择退出 无法解读 我想我是爱你的 风为你改变颜色 看不见外来 找无悔归途 在沦陷的边缘 我的视线渐渐模糊 我想我是看你的路 放不下的回忆是疏忽 别闹得太白 别走风残酷 终于按下回答 我选择退出 sans 帘来我的歌 五五希望你们喜欢 谢谢 好的 谢谢 梅伟岭 說真的你知道我自己個人特別有Feel你知道 因為我說當時我騎腳踏車去聽他唱歌嘛 結果那時候我就想說有一天都可以訪問到他 還是多棒的事情 結果後來事隔其實大概一年 一年左右 第一次算是出自己人生完整的一張專輯 對…真的很謝謝納豆哥 因為他真的有在看我的Facebook 因為我就是有發動態說我發專輯 然後納豆哥就有在我下面就寫支持 我真的覺得真的很謝謝納豆哥 默默關心一些音樂人 你不要太放人心啊 他很多其實有很多的… 就每個人都寫支持 每個人都這樣寫 很傷心 看程度啦 有些支持有些超級支持 這樣怪怪的 很支持好不好 這之後真的發了專輯的心情怎麼樣 其實心情真的非常的高興 因為其實之前就是用一個藏進人的身分 就是用聲音跟大家見面 比如說剛剛的放逐愛情 對 那其實這首歌大家可能就知道這首歌 但不知道我是誰 那這一次呢 有點像是鎮鳴的感覺 對…就是讓大家知道說 其實我就是這首歌的原唱 然後呢 這首歌也收錄在裡面 然後同時裡面有很多新歌 然後真的是用自己的名義發了專輯 然後希望大家可以就是喜歡 我跟你講其實我每次聽到無物這首歌 我真的覺得你唱得真的非常好 謝謝… 對…因為那個無物 你知道這兩個字你唸就很像卡卡的感覺 對…因為無物… 然後你要放在歌曲裡面 對…它這個咬字本來就不好發 對…對… 然後一個字是真音 然後一個又假音 就換來換去 對啊…為什麼當時比較沒錯就好 沒錯…差很多 沒錯…就是比較好清楚一點 嗚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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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要口罔我一下老師了 可是老師想說當時這個是一個 比較大家年輕人流行的用語 嗚嗚… 就把它放進去 對…就是說希望可以在歌曲當中 可以更獲得大家的共鳴 對… 除了唱歌現在已經出專輯了 有沒有想說 ㄟ…跟隨著來演個戲或是什麼 演個戲我覺得還滿適合的 如果有機會的話 就是… 會排斥嗎 不會…不會排斥 對… 我現在是有在主持一個行腳節目 真的…假的 大多你竟然不知道 因為… 我 沒有 因為他 你有follow人家嗎 沒有 因為他是MOD台的 因為我家沒有裝MOD啊 對 但是Youtube上面可以看到 希望你也 大家都在 我從哪裡出來了 口袋 我的天啊 下次叫我滑雪 我沒問題 沒問題 我帶你去飛 飛 他為什麼一下子給我奇怪的暗示 沒想到唱起歌來 超深情的驚寒衣 居然也會有 那麼自私圓搞笑的一面 下段回來 一起進入他的世界 感受心寒衣的獨特魅力吧